为什么苏格兰人讨厌英格兰人 我们要讲英国 英国就是英国人 就是英国这个土地 实际上并不是 英国只是英格兰 所以我们要讲不列颠人 所以我们用英文来讲 英文你讲English 就是不对 是讲Brettish 而且英国正式名称叫 联合王国 大不列的联合王国 因为英格兰有四分之一 还有苏格兰 埃尔斯 埃尔兰的北边 那当然联合王国 最大的就是 最强调的是南部的英格兰 跟北部的苏格兰 苏格兰特别讨厌英格兰 英格兰 也没有说特别讨厌苏格兰 但是看不起 看不起 苏格兰就厌恶 你高高在上欺负了我们几百年 历史的恩怨情仇 因为苏格兰一直被欺负 人就是这样子 你欺负了几百年 杀了我很多人 我当恨你 当现在都是叫联合王国 可是我还是恨你 你看台湾这二二八事件 都现在很多本人还是恨 还是恨外战人 很多外战人都不想 今天早就死了 死掉不算 你的后代我也恨 就是这个没办法 同样是英国人 可是为什么苏格兰人 国边不喜欢甚至讨厌英格兰人 我们这个外国人搞不清楚 就是英国嘛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台湾也有族群融不融合的问题 全世界都有 中国大陆也很严重 因为汉版盟会藏描 几百个民族 俄罗斯也是 美国民族大戎 黑人白人 亚裔的亚裔又分很多 中东裔的黑人 还分美国黑人 本土黑人 移民的黑人 还有黑洲过来的 还有分这个 一般的老百姓 跟这个移民的 跟非法 都很复杂 如果你有机会去英国 北部 因为苏格兰在北部嘛 因为发现一个可能 令你惊讶的事情 就是普遍的 这个苏格兰人 讨厌 位于南方的英国 你看这个英国嘛 所以以前那个清朝讲 英文三岛 你怎么算有没有三个岛 你就说不列颠 大不列颠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 埃兰就是这个 所以有人说好几种讲法 有人说是不是把英格兰 都连在一起 这凑不到三岛嘛 你说有三个王国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 可以的 可是它不是三个岛 所以以前清朝能搞错了 英文最多两个岛嘛 因为冰岛跟它没关系嘛 而且爱尔兰只有北边嘛 所以苏格兰在北边 英格兰在南边 东南边 因为西边还有一个威尔斯 就是戴安娜王最大的故乡 还有007的PS 布洛斯南 也有007的嘛 007的那个什么 第一代的那个 第一代那个叫什么 他是苏格兰人嘛 谁能看哪来嘛 然后第二代的罗杰默就是一个来 所以你看都有嘛 爱尔兰嘛 这美国很多爱尔兰 像约翰维恩就外 爱尔兰的后裔嘛 很多啊 美国就是 不列颠的 移民的多 爱尔兰很多 还有德国 这三个都很多 所以以前呢 这一代啊 英格兰这一代就是 冰淫火决定之间的七国的处境 就在英格兰这一块 那苏格兰怎么会讨厌英格兰嘛 当然气候上 那苏格兰比较北嘛 就是冰淫火里面的北境嘛 就雪糯嘛 大达开始了 天寒地洞嘛 北方嘛 红堡就要大概在这里啊 就太悟失败了 就是仁敦啊 大概就这样 那苏格兰怎么会讨厌英格兰呢 就简单讲被欺负嘛 如果你提到英国啊 那么苏格兰可能不高兴 苏格兰说我是苏格兰啊 你怎么提英国啊 英国就是 英吉利嘛 就是英格兰嘛 那欺负我啊 这个不高兴 因为他们认为应该叫做不列颠 大不列颠 为什么叫大不列颠 因为有个小不列颠嘛 小不列颠在英国呢 没有英国找不到 英国没有小不列颠 所以你叫他不列颠也可以啊 因为小不列颠太小 你叫大不列颠更精确 可是小不列颠在哪里 不在英国的法国 所以苏格兰认为说 你应该叫大不列颠 大不列颠 或者正式叫联合王国 至于英格兰啊 英吉利啊 英国不能代表苏格兰 因为苏格兰还想独立啊 一直想独立 那为什么呢 首先呢 苏格兰呢 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英文 就是联合王国人 事实上的确如此 所以我们都有讲这个原住民啊 先住民啊 史前时代如茅英学 那些没有文化就不讲了 就是有文明啊 有文化最早是苏格兰的 那英格兰我们待会再讲 那时候没有英格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的原住民啊 就是史前时代的不算 就是有文化的 最早叫凯尔特人 或者凯尔特布里德人 所以他原来是以凯尔人 就是凯尔特是一些大的民族 但是呢 因为凯尔特啊 他主要是在爱尔兰这边 还有啊 这个布列丁 但是现在啊 这个英格兰是没有凯尔特的 苏格兰还有一点啊 还有威尔斯有一些啊 最早原住民是凯尔特人 但凯尔特有好几只啊 正统的凯尔特人 现在在爱尔兰跟威尔斯啊 但是有其中有一次叫布里敦 布里敦人 布里敦人 就是我们就要翻成布里敦嘛 人种翻成布里敦 布里敦 但是呢 地名就反而 国名就翻成布里敦 是这样子啊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凯尔特人啊 在爱尔兰跟布尔斯 他的后代现在在这边 那至于他的一支啊 叫布里敦 布里敦 就在苏格兰这边 所以他是原住民没有错的 那至于我们说啊 英国人啊 甚至把美国人算进去啊 亚格罗扎克逊 文明啊文化啊 喜欢好战啊 高高在上啊 那不是 那个没有 根本没有 在很早的一段时间里面啊 大不列边啊 大不列边啊 布啊 大不列边啊 根本就没有所谓 亚格罗扎克 没有啊 那是到逼火那个雏形啊 小说雏形 那是后来 我们待会再讲 那倒是也没有英国人 所以那时候 整个我们现在讲的 联合王国或大不列边 应该叫群岛嘛 台湾国小岛 也不是苏格兰人 也不是爱兰人 也不是英格兰人 也不是外兵 就是 就是开尔特人 到现在还有开尔特语啊 其实英国已经 百分之九十几啊 都不会讲少数海员 有母语啊 所以当时的确原住民 生活在整个 我们现在讲的 英国算命 那所以没有英格兰啊 没有英国啊 那怎么来呢 那亚瑞瑞瑞怎么来呢 可是我们就会想想 不对啊 苏格兰是现在 生活在英国的北部 而不是包括南部的 整个大不列连岛 他就是北部啊 你看他在北部啊 怎么说他是原住民 他本来是 住在这整个 不列连岛上 他是被赶跑的 你说你家里被迫迁居 你一定不爽嘛 一定是这样 你被赶嘛 你不愿意搬嘛 可是人家用武力 逼迫你 他把他杀掉你 一定不高兴嘛 原因很简单 就像早期的台湾啊 那我们现在讲原住民啊 以前讲高山族不好听啊 这叫原住民啊 叫先住民 那现在从大陆啊 东南亚过来 嫁过来比较多的啊 叫新住民啊 所以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啊 那并不是喜欢住在 生活在山区嘛 谁喜欢住在山上 那山上河水只有溪流嘛 这个城市已经建在平原嘛 拼拼的多好 有水源 有长草 逐水草而居嘛 谁要住在山里面啊 又冷 湿气又重 地形又不平 谁喜欢住嘛 当然原住民本来就住在平原或平地嘛 那时候怎么会变高山族 因为清朝官员啊 官方还有移民啊到台湾 那清朝为什么呢 当然最早有一些平民啊 渡海 渡海到台湾 可是不成气候嘛 因为官府管不到 那后来清朝就发现啊 这个过个台湾海峡啊 很适合做个什么 那揭牌啊 超大型揭牌啊 罪犯啊 你说发配冰箱啊 搞不好 平地啊 土地啊 还跑过来 你海过不来啊 你要坐船啊 小船不行 大船啊 游放到台湾回不来 加上有这个军队啊 官方管理啊 就是你不用回来 到你要中罪犯啊 侵犯 清醒的犯还不用 英国也是嘛 英国呢 有些关罪犯啊 中罪犯啊 无期徒刑啊 几十年了 就不要你回来 可是你弄在英国搞不好 又越狱啊 逃出来了 又回来了 澳洲 澳大利 所以你看英国离澳洲多月 就是不用回来 一样的意思啊 所以澳洲本来就是发费冰匠 英国发费冰匠 台湾是发费冰匠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啦 有些人自己过来啊 自己愿意住在台湾啊 就是圈地嘛 都是地端人口嘛 有钱的员外 谁要到台湾呢 有钱的英国人 谁要到澳洲 远渡重洋 就是地端人口嘛 移民啊 没有土地啊 长工啊 吃不饱饭的啊 没地的啊 所以当清朝官方啊 就是罪犯 因为罪犯嘛 人家派兵啊 派官员来管理 还有一些平民啊 低端人口 一到台湾 就想方设法 拿走原住民土地啊 一开始 语言也不通嘛 但慢慢开始有翻译嘛 发现原住民很单诚啊 就是打猎啊 土地当是他们的嘛 然后呢 就喜欢喝酒啊 高兴啊 唱歌喝酒玩乐啊 因为这个打猎嘛 打猎完了 也没什么文化嘛 就喝酒嘛 疑性嘛 然后这些啊 就是清朝的人啊 想方设 就说跟你买 买地 有些原住民都卖给他 有些是不想卖啊 或者价钱嘛 因为你当然是想用最低价钱啊 就是给你酒喝啊 把你喝醉啦 叫你签名化鸭啦 或者连捧带骗啦 哎 就把土地陆陆陆去拿过来 都把用买的用骗的用强 不管 原住民就不高兴了 冲我喝醉啦 你看我不认识资啊 都是你们在讲的 就不高兴 就打啊 汉人 汉人当武器比较先进啊 就打死很多原住民 那原住民就没办法跑啊 那平原都被你们占了 就感到神奇 就是这样 一样的意思嘛 不利点也是一样嘛 在公元43年 就是耶稣诞生后43年啊 来自现今 意大利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墙嘛 派民入侵 因为意大利在英国的南边嘛 他就由南到北嘛 所以 他入侵一定是从南部入侵嘛 因为意大利在下面嘛 他不会直接到北方去 一定先打南边嘛 所以现在英格兰地方 好了 兵强马壮啊 就这个事啊 就把 凯亚特人 原住民啊 就现在苏格兰的祖先了 驱逐到北方 有的就杀掉了 没有死的就逃到北方 那这个 罗马帝国说 我继续攻北方啊 全部把你不投降 全部杀掉 灭族啊 但是呢 因为打一打不对劲啊 因为北边这里有崇山峻岭 气候比较冷 因为那个 罗马帝国是南方意大利啊 比较温和啊 衣服啊 不够啊 那个古代周车劳盾啊 又不像有飞机啊 就不好打 又冷 又崇山峻 旅工不像 就是 要死很多人啊 还有流行病啊 气候的问题啊 这些 旅工不像 于是就在现今啊 南方的英国 跟北方的苏格兰交界处 建立一个叫做万里长城 哈德亮长城啊 就是 各居一方啊 就这边啊 就这边 意大利的罗马帝国啊 就过来 打开车 赶到北方 继续打 打不下去了 崇山峻岭啊 气候原寒啊 有些流行病啊 什么东西啊 就是 真的要打也打得下来 可是也不想死那么多人 还在这边建立万里长城 那谁盖的啊 当然不是 哈德亮长城盖的 罗马人盖的 意思就是说 算了 你这边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自然之源 算了吧 但是我也不想你在反攻啊 就建立啊 所以哈德亮长城 我也不过去吧 那你也过不了 就算了吧 然后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 西罗马帝国崩溃了 那圣多罗马帝国的土耳其啊 所以罗马帝国势力 退出了不列颠 哇 那是北方的这个开尔特人啊 高兴啊 所以那时候啊 那时候已经开始交苏格兰人了 跟皮特特人啊 皮特特人也是越野曼人啊 所以当初啊 越野曼人来英国有三个啊 也不止三个啊 我们待会再讲啊 所以北方的啊 就是开尔特人那时候后代啊 就叫苏格兰人啊 就说你叫开尔特也可以啦 跟皮特特有另外一句啊 就是越野曼人啊 就开始反攻 就跟联合啊 这个从东北来的皮特特 合攻 反攻 那反攻呢 那时候 那时候 南部的一些老百姓啊 照理说也是苏格兰人嘛 就是开尔特人啊 可是他们已经跟罗马帝国同化了 同化了 混血了 所以他们这时候也觉得 跟凯特人啊 或苏格兰人啊 已经不太一样啊 所以他们要自保啊 就引入了来自欧洲大陆 就以德国为主啊 以法国为主啊 以法国为主的 越野曼人 所以你看一下 德文嘛 德国嘛 叫Jerman Jerman Jerman 前面Jerman 欧洲人 美国人叫Jerman 欧洲人叫Jerman Jerman 就很像越野曼 就是 越野曼很复杂的 其中一个大的部落叫 其他两个部落嘛 其实他来了三支啊 一个是央格兰人 一个是萨克兰人 还有一个叫 朱特族 但朱特族 后来不知道怎么搞不见 就是央格兰人 联合起来 驱逐了来自苏格兰人 打垮 所以最早是 凯特人 在整个大部列典 后来被罗马帝国赶到北方 罗马帝国 西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 这个开枕要回宫 他说原来帮助疫情 叫做罗马汇血了 还有其他的民族 他就觉得不一样 可是兵力又不够 就走 从那个欧洲 欧洲大陆 找到了 央格兰人 来帮忙 而就赢了 央格兰人 帮忙就赢了 但是所谓的 请神庸送水男 央格兰人 就支持两个族 我们现在当作一个族 跟央格兰人 是央格兰人 是央格兰人 都是热漫族 语言也通 在内部 他们认为是两个部落 立下大功以后 定居下来 又寻民夺主 成为不列典南部 是现在英格兰的主人 就是统治者 当然了 央格兰人 统治者 跟原来的不列典的 反方做 所以 英格兰很复杂的 人都很复杂 北方的 苏格兰还比较单纯 他就看了这人后代 那你看这个 英格兰 又有凯尔特的血统 又有罗马的血统 又有当地人的血统 又有越曼的血统 后来还有法国的血统 乱七八糟 所以你到英国去 黑的也有 有很多 有从欧洲过来的 有从非洲过来的 又有像意大利的人 又有像泰尔特的人 又有像欧洲大陆的人 又有像法国的人 很乱七八糟 又有从亚洲过来 所以到英国 有黑头发 金头发 黄头发 偏红的头发 灰发 一大多点 人种 高耳胖瘦 很复杂 就这个原因 杨格鲁、萨克虚 当然 他也有若干分支 因为至少就杨格鲁跟萨克虚 那里面还有在分 所以陆陆续续在现今的英格兰建立 就南方要建立七个国家 应该讲七个王国 有国王 不叫皇帝 也就是电视剧 第一国权力之歌 原著小说的雏形 确实有七国 就像中国有战国七雄 所以这个小说 刚刚瞎掰的 但是时代背景有 就像金文小说一样 什么名教 抵抗元朝 大历史背景 大时代是有 跟里面其他招无忌 名教也有 跟其他内容 对于一阳子那时候胡说八道 这就是七国 你看 艾尔兰是艾尔兰 不相关 这个 我们讲 威尔兹是威尔兹 然后 这边是苏格兰跟 皮特特人 但七国在这边 就是你看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就很像这个 很像这个 英格兰的形状 尤其像这个 英格兰把威尔兹去掉 特别像 所以这七国就兵一火全力资格 什么什么 洛森布里亚 这个 耐西亚 什么 威塞克斯 后来这个威塞克斯最大 还有这一大堆 艾塞克斯 什么 艾塞克斯最大 就是后来他统一 阿尔肯特 萨塞克斯 都什么克斯 就七国 就用颜色表 七国 但是后来这七国 还是你争我多 就是争土地 就争土地 七国经过多次战争 其中势力最强的 威塞克斯 威塞克斯 这个对强 成为了养狗萨克逊的公主 好了 那就同意了 好景不长 这时候谁又来闹了 来自北方的维京 我们看电视机电影 不是维京吗 以丹麦 挪威为主 因为丹麦近 丹麦不在北欧三国之内 他在德国的西北方 就是最近 丹麦为主 挪威为主 那芬兰跟瑞典比较少 维京人 会造船 然后他的铁器 钢器 特别厉害 但是你说 一般我们认为他海盗 穿着带个牛角的帽子 结果可不可以去考证了 他根本没有牛角 没有啊 所以很多都是文学作品 电影电视 胡白一点 想象 因为那种牛角的头盔不好做嘛 第二个 作战的时候 摆着两个牛角 也不方便 另外我们现在认为 危机人高大 可是考古学家 怪的啊 就是找出一些坟墓 挖出来 不是一两座啊 都是几百座的尸体 大人 小孩不算 就以男人为主啊 有的女人的骨头 考古学家 生物学家 可以辨认啊 因为生殖器都没了嘛 可以再辨认出来 啊 结果吓一跳 就男性啊 平均升高 全年人啊 一七零 还差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认为 危机人至少到一八级以上啊 平均一八级啊 就至少像兵马一样 没那么高 这很奇怪 所以欺负啊 就联合抵抗 一块打不过 但是 就一开始嘛 七国分开到打不过 后来就是联合起来啊 在维塞克斯王国啊 领导之下 击退了 当然打了很多次战争啊 然后建立了英格兰王国的出行 还不是叫英格兰王国的出行 就变成一个统一了啊 所以这就是统一啊 罗马帝国不算 好啦 所以他先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就是苏格兰人 把他打 还是打回北方 把违京人啊 也打败了 但是啊 先有了 后有骨啊 那英格兰王国啊 就那个出行啊 击退了 维基蛮族之后 就来自法国的 洛曼帝公国 叫贵族啊 征服着威延 他在于世嘛 后来有二世 被称为 诺曼帝公爵威延 而诺曼帝就是二次大战 D-Day嘛 六月六月 就在诺曼帝嘛 因为诺曼帝离 英国禁嘛 所以 所以我们电视上战战片啊 诺曼帝什么大犯工啊 也不是这样子 是在诺曼帝没错 可是他有登录啊 好像有五个地点 五六个地点啊 电影都是拍美剧嘛 另外还有法国啦 加拿大啦 英国啊 不演啊 就有那个犹他海滩啊 他有五六个啊 攻击地 但是 大方向 因为诺曼帝是个大地方嘛 不精确嘛 你说他攻了五六个海滩 才精确嘛 那有的攻得很顺 有的就死很多人啊 所以当时诺曼帝大攻啊 威延威延威延 率军入侵 打车写错了 不敢 英格兰 然后几败了 因为那个法国那时候比较有文明嘛 所以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嘛 就觉得你这些都是男族嘛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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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算满足嘛 所以他们的这个武器比较先进啊 文化比较先进 就击败了 杨戈尔萨克逊啊 王室 或者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王国 而建立了 若曼王朝 那这个问题来了 他们讲法文啊 那杨戈尔萨克逊讲英文啊 但现在的英国也听不懂啊 叫古英文 就像我们现在 回到这个2000年前啊 讲话也不通嘛 以前 用字前识啊 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嘛 就他们讲的是古英文啊 英文有古英文嘛 有中古英文嘛 有 近代英文嘛 还有现代英文嘛 还有现在最 还有2024的英文嘛 语言都会变嘛 都会融合嘛 建立了若曼王朝 就讲法文啊 所以当时 在英格兰的部分啊 就是贵族阶级 有上流阶级 有上流阶层讲法文 老百姓就讲古英文啊 就这样都会上去嘛 所以现在英文里面 从法国借制了 泰国的 什麽 靠上 可送面包啊 limousine 高级离车啊 邝魂牙 威魂皮 威恩夫啊 那些乘客那些 重明的,都结束了 就在这个时候,原本的英格兰国王寄财人之一 逃亡到了,你看前面跟苏格兰没什么事嘛,苏格兰打不过来 结果一个寄财人之一,涨到苏格兰 并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苏格兰王,马拉康姆,许多庇护 接下来同楼子 法国贵族大公 政府者威廉 不高兴 派军队怎么可以收留叛徒 就入侵 入侵就打仗 打仗就死人 当然他比较厉害 苏格兰死一堆势如破竹 苏格兰被迫投降 宣布苏格兰往城府 鄧底撞英格拉为主 被欺负了 死了很多人 那个王死了以后 地理继位 但是英德兰王国却居实 已经做了几十年人质 鄧底继承王位 又摆不平 那边有苏格兰他的继承人 这边又说要用当人质 苏格兰也不高兴 但是鄧底回苏格兰夺权 又被抹杀了 那时候就很乱 这几个世纪以来 苏格兰的王位 纷争不断 就觉得是英国人搞的 英格兰王国就根据自己的利益 借其公开或暗中影响继承问题 这个就很多不合了 之后的差不多将近一百年 英格兰自己也乱 因为继承者问题陷入内乱 所以说有的怎么办呢 有的没有生日生以外怎么办呢 最后英格兰王位传给了法国 艾鲁伯爵之子 亨利亚史首重 就开始进入一个强大的金雀华王朝 而金雀华王朝之后就开始有故事了 它在全盛时期有法国一半领土 因此英格兰凭借强大军的实力插手 苏格兰国内书 管党管兮 就是苏格兰王位自身权 这边故事来了 这有一部电影 美尔其不逊主演电影 叫《英雄本次》 《Berry's Heart》 这个中国大陆翻译不一样 就是那个名字叫《长腿》 一个国王 这个国王非常残忍 他的国王 代表法一世 有新伯伯想要征服 他先征服了威尔斯 然后要征服了苏格兰 就开始欺负苏格兰人 所以这部电影《英雄本次》 正是讲述这一段时期 英格兰人受到艾特华尔斯的各种压迫 及其失败的传奇故事 比如说电影里面演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这个艾特华尔斯 就是要征服 要征服苏格兰 可一笑死也打不下来 然后就完音的 就说 这个 这个 苏格兰人 娶新娘 新娘要出业权 以前古代就是婚前性行为 不行 只有新闻之间就可以 但是要有贵族 英格兰的贵族 可以破光 还有出业权 哇 这样子 这个很多苏格兰人不高兴 我娶新娘 我第一用的不是我 而是你贵族 地主 就包括这种东西 还有就是要征税 税很重 就觉得被欺负 动不动 反抗要杀人 关监牢 砍头 就被欺负 就开始恨 恨这个英格兰人 所以这个他叫华莱士 他演的华莱士很会打 但是后来又被 苏格兰里面地主也被收买 所以后来寡不敌众 所以被砍头 但是结局很悲惨 就是爱德华一世很残忍 就说你这个起兵作乱 砍头有头啊 四肢啊 身体啊 也有部分啊 送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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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那里 整个海角天涯 各方的地方 给他记住 造反者下场就是这样 很残忍 但是呢 虽然输了 可是后来苏格兰国王布鲁斯 领导军队 都赶走了 英格兰人 而且 赶紧是赶走 可是 也要宣布独立 一共宣布两次 因为英国不承认 英格兰不承认 一样别有打 生灵涂炭 别人家庭别人 这十多二人嘛 所以 就是整个几百年过程当中 苏格兰当然恨英格兰人 对英格兰、苏格兰两个王国 结果几百年碰碰战争 但基本上苏格兰是打不过 英格兰死很多人就恨死了 而结果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 因为两个王国通婚的 老百姓是 你跟我没什么关系 可是贵族嘛 通婚 所以 英格兰的女王一律杀败一世 过世前把王位传给亲人 结果她的亲人是苏格兰国王 张姆 六世 就是说她还是英格兰人 而她同时也兼 苏格兰国王 因为她是英格兰大 所以她同时兼英格兰跟苏格兰国王 而且英格兰有清空若干好处嘛 后康呢 就苏格兰 所以双方就合并了 大家还是 就合并了大不列宁王国最下的和王国的出行 大家还是以英格兰为主 但是大不列宁王国成立的特殊的背景就是 苏格兰贵族是支持的 也被收买了嘛 远着通婚嘛 她本身就有英格兰血统 心是向着英格兰 交上被收买 所以贵族階是赞成的 但老百姓不可以接受 老百姓说我已经被欺负几百年 老百姓主席被杀很多 不可以接受 可是贵族的议员 就要去话语学 双方就合并了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 几百年来 英格兰始终也脱离联合王国的约会 一直想脱离 一个司官 我讨厌你英格兰人 我被杀了几百年 我主席要被杀了很多 你几百年一直欺负我 可能上千年了 然后我想独立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独立公投 但是当时45%和55%落败 就是有接近一半的想要独立 可是另外一半的说 英国还是强 很多政策 他也会经济补助 国家虽然没落了 还是强 很多补助 所以有些也不愿意 但是就叫45%对55% 所以差一点 独立公投过 但是没过差一点 但后来又变了 又过两年之后 苏格兰一个叫民主党认为 2016年英国就投票公投 脱离欧洲公投市场 就叫欧盟 那就过了 这情况出现重大变化 意思就是说 可能对我们的补助 可能会少一点 而且你都已经公投都脱离 你英国可以脱离欧盟吗 我苏格兰也可以脱离吗 因此想再退第二次的公投 这公投有时候到底只能一次 还是可以两次 两次不能三次 这个争议 就想退第二次 就 2016年公投的时候 苏格兰有60%选拖票反对脱欧 所以还是这样 所以什么意思啊 所以 搞不好真的 第二次 第二次如果再来公投 要不要脱离 那如果第一次的时候 是45对55 是没有过 想退第二次 但是2016是说 要不要反对脱欧 那如果第二次 还是针对 要不要独立 苏格兰独立 那如果第二次过 怎么办 比如说 第二次不是45 是55 那就脱离了 所以 也许哪一天 苏格兰 就真的举行第二次 或者第二次没过 而又过多少年 也想第三次 但是 真的哪一次 过了 也许就过了 因为公投 看他怎么立法 到底只能一次 还是可以第二次 可以第三次 所以 也许哪一天 所以 英国很多内忧外患 外患不讲 就内忧 苏格兰想独立 然后呢 这里 艾尔兰 他是这一块 这一块 就这一块 也想独立 连威尔斯都想独立 但是威尔斯 离英格兰太久了 不好独立 苏格兰一直想独立 因为被你欺负 被你杀了几百年 我要独立 北埃尔兰 本来就是艾尔兰 所以北埃尔兰为什么没有独立 因为他里面有英格兰人 有苏格兰人 有北埃尔兰 所以他 是属于联合王国的 可是他里面就有很多北埃尔兰 所以那边一直 一直 一直 一直的不太平 照理说他应该找着独立 可是英格兰 不断的武力镇压 所以那边死很多人 闹了很多岁 北埃 什么共和军 一天都想独立 英格兰就压 不压 不压的话早就独立 所以哪一天搞不好 英格兰压不住了 北埃尔兰就宣布独立 苏格兰独立 搞不好哪一天就独立 威尔斯说 你们独立 我要独立 威尔斯比较穷 所以英格兰给他补助很多 可是哪一天他说 我一想独立 那英国就真的分为四个国家 这一集讲真 我一想独立 我一想独立